李云霄张大嘴巴足以塞进西瓜了 穆婉山则是一脸的羞怒 双颊发烫 眼眶红红的 站在人群里忍不住要哭了 这 李云霄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他当即拒绝道 不行 此事我绝不能同意 穆婉山一愣 心中微样 暗想难道他一直都不知道 穆争王说道 哎呀 这是权宜之计 暂且这样而已 具体事宜待事后再谈吧 李云霄坚决不肯 穆庄也开口道 云霄 现在是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以晚山的天资 配你也并非不可 待过得此关 你若是不愿 也只是晚山名誉受损罢了 穆争道 即便你现在不同意 晚山的名声也已经受损了 你不能让他白白牺牲了生育吧 穆婉山眼眶一红 终于忍不住滴下了眼泪来 原来 之前是我错怪你了 你不用有心理负担 此事是我自己愿意的 为了家族 这点牺牲算得了什么 李云霄有些愈怒道 好你个穆政 先斩后奏 剑在弦上了才告诉我 穆庄叹道 天下事哪能渐渐如愿 必然 舍小取大 李云霄怒哼道 此事你们自己摆平吧 五绝之后 我与你们穆家再无瓜葛 穆征 见他在气头上 也不多言 直接吩咐启航 前往罗浮岛 众人所处的楼宇突然震动了起来 李云霄眉头一皱 这才发现楼宇不断的升高 下面竟然伸出了两条腿 就像是机械人一般 傀儡双膝微微弯下 猛的往上弹跳 轰隆一声就冲入雾层内 很快来到了大海上空 随即傀儡伸出双手 简单的掐了一个绝印 巨大的身体上浮现出树道阵法 一闪就消失在海面上 李云霄顿时发现四周一片漆黑 近视进入了空间传送通道 他惊到 自带传送阵的傀儡 这 这怎么可能 从来没有听过 可以在身体上刻出传送阵 再把自己传送走的 木庄大笑起来 云少觉得我木家这一栋鸡馗如何 李云霄道 一栋鸡馗 匠心独具 霸气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 为何可以直接进入空间通道 木庄解释道 这空间通道是一直存在的 同天岛为了安全起见 避免外敌直接从通道内强行突破 所以岛内没有传送阵 而将空间通道的入口 阴蔽在海域的上空 刚才一栋鸡馗就是找寻到了入口 直接进入 李云霄道 那这是一条单向传送了 木庄道 正是 通往隐世世家最大的中转传送岛 就在天千崖附近的大伦岛 那是专门的传送岛屿 几乎通往所有的隐世门派 大伦岛 李云霄立即明白过来 要去往天千崖 也必须通过大伦岛的中转 木庄说道 而这次的伍绝之地在罗浮岛 一片死寂 万物不生 环境极为恶劣 并且岩层十分牢固 最适合作为伍绝之地 李云霄点了点头 便继续盘坐入定 恢复力量 对外界之事充耳不闻 木碗山咬着红唇 见他并没有看自己 顿时松了口气 但内心却突然的出现了一丝失落 令他也颇为吃惊 移动机魁在通道中十分平稳 但却牺牲了一定的速度 数个时辰后才冲出了通道 一片晴朗的海域浮现 上空浮现着许多黑点 都是各式各样的战舰 不断从大轮岛上起落 移动机魁再次掐绝 身体猛的往前一冲 将双腿收了起来 像一个巨大的火球 划过长空 往大轮岛上坠去 岛上似乎没有任何防御 火球直接在岛屿的一端坠下 震起冲天火焰 但很快便被熄灭了 李云霄等人在防御结界中 没有任何影响 只感觉到微微的颤动 李云霄诧异道 我记得此岛的防御极强 为何移动机魁可以直接坠下 并且引动这般大的动静 木庄惊疑道 云绍来过此岛 李云霄点了点头 来过 便不再多言 木庄心中生疑 此岛的防御的确很强 由天欠崖直接派人掌控 毕竟这是整个影视宗门内 最大的中转站 容不得有半点疏忽 但一栋机魁从通道中出来的时候 便已经联系上了此岛的守卫 故而打开防御 让我们落下 原来如此啊 李云霄恍然道 木征笑道 大轮岛虽大 但是寸土寸金 这片落区 是我们木家的专属之地 每年要供奉三十亿的 中品原石租赁 李云霄吃惊道 这么多 光是出租大轮岛的地盘 天欠崖 岂非就富可敌国了 一眼望去 整座岛屿也有数万目宽广 木征笑道 不是所有宗门 都会租赁土地的 大轮岛上的收入 主要还是靠传送费 租赁了土地的好处 就是可以免传送费 一栋机魁 从土地当中站了起来 张开双腿往前迈出 朝着大轮岛的 另一端走去 李云霄的神石浮散开 顿时覆盖整个岛屿 上面零零落落的竟有上千阵法 数十万人来来往往 看来影视宗门的数量 比自己预想的还要多 怕是抵得上天舞大陆半个月了 移动机魁很快来到一处 巨大的传送镇前 足以容纳他那巨大的身躯 镇前有十余名护卫 在紧张的布置原石 其中一人高声说道 速度快点是木家之人 前往罗浮岛 移动机魁走入那阵法的中央 很快就听见那指挥之人 高声说道 目的地罗浮岛费用 九千五百万中品原石 话音落下 巨大的阵法发出一阵白光 将移动机魁吞没 立即消失在大轮岛上 李云霄四周景象一变 再次进入了空间通道 他奇怪道 不是租赁了土地就免费传送吗 怎么还要九千多万的费用 木征解释道 那是传送能量消耗费 传送镇管理费 大轮岛建设费 传送织物 过标准的附加费 我们走的是不用排队的专用通道 还有专用通道费 李云霄一阵恶然 这次的传送速度很快 没等多久便进入了罗浮岛海域 一片巨大的陆地浮现出来 是李云霄迄今为止 见过的最大岛屿 只不过一片荒凉 没有任何树木生林 岛上到处是奇岩怪石 光秃秃的山傲此起彼伏 一望过去高低不平 连绵不绝 有数百道身影早已立在岛上 来了不少的门派 一栋鸡魁一出现 立即吸引了所有人注意 不少人惊呼了起来 是牧家 岛上的人群大片的如蚁般散开 生怕被牧家那大火球误伤了 大火球落在地上 再次画出一栋鸡魁的样子 咚咚咚的走到了一旁 一栋鸡魁霸气十足 但没有人敢说什么 是牧家之主牧庄 连他也亲自来了 人群当中传来了不少惊呼声 这次武决关系太大 各大势力都不敢怠慢 血压公和丹阳宗的掌门 不也亲自来了吗 这两个小门小派 如何能跟牧家比 人群里顿时有人不屑起来 那不屑之人一脸嘲讽的冷色 突然间浑身一颤 好似被毒蛇盯上了一般 急忙转过头去 只见后方十余名黑衣人 每人的身上都嗅了一只 巨大的血色乌鸦 正冰冷的盯着他 这人吓得浑身哆嗦 上下牙齿擦擦擦的拼命打颤 这位朋友看来对我们血压公很了解呀 来来来 咱们好好谈谈 血压公的公主 迷红 脸孔阴质 一步步走了过来 十余人跟在身后 强大的气势如山岳般压了过来 那人身侧的舞者全都脸色大变 尽数飞开 整个空地上就只剩下那一人 我 我错了 那人吓得发抖 几乎要哭了 自知不能幸免 猛的一咬牙就化作顿光飞逝 迷红一仰手 顿时一道血光飞出 天空上传来了一声乌鸦的呱呱叫声 便见那人被血光击中 惨叫一声身体爆开 炸出了一团血雾 从天空上掉了下来 迷红冷哼了一声 我血压公 虽是小门小派 但也不喜无关之人多嘴 杀了那人后 迷红顿时化作一道光芒 飞向了一栋鸡魁 还有数道光芒 也随即而来 一共四人落在了楼宇前 纷纷拜见木庄 分别是丹阳宗柴骏 焚虐宗杨天鹏 飞龙宗汤辉夜 以及血压公迷红 四人皆是一派之主 此刻却恭恭敬敬地站在木庄前 见过木庄大人 木庄淡然笑道 就你们四派过来吗 看来我还算是早的了 除了四派外 岛上尽是隐居在海外的散修 由于海外灵气远胜大陆 所以散修也分外的多 虽然他们得不到什么好处 但观摩舞爵参与盛会也是难得的经历 柴骏笑道 还有紫延宗和天王公 他们都是属于地盟的人 多半不会和咱们走在一起的 木庄点了点头 这次武爵 诸位准备得如何了 四人相对一望 都是苦笑不已 杨天鹏说道 我等不过是陪衬罢了 木庄说道 武爵一共会取十二个名额 无论是去永生之界 还是真龙秘藏 都极为优厚 以你们四派之力 想尽前十二 并非难事